说回小孩的 原来孩子的天空 特别是年轻人 另一半的家庭就是他的学校 这个学校大家都知道 我无意抨击教育局 也不想再深究教育制度 现在的情况 不过我就很想说 实实在在 在资源上放在学校是不够 因为那些老师都很大压力 我姐姐是教了20年书的 我不知为什么我姐姐 好像永远没有星期六、星期日 所以她也很辛苦 另外,社工 大家都知道在学校长期缺乏 几百个学生 分两个社工 怎么分 而且有些老师跟我说 她自己的女儿也没有时间照顾 不是找她妈妈照顾 也要交给菲庸 其实这几件事 重重叠叠 关系令到 无论他们要面对考试的压力 跟老师的沟通时间 功课上有很多表现上 要争取好成绩 而且现在学位也缺乏 如果上升高中也没办法 又不知出路是怎样的 政府又为一蓝指的方案研究 他们的就业问题 其实那些情绪 好像逐样逐样在酝酿着 不知道未来是怎样的 唯有在网上的虚拟世界 尋找到片刻的欢愉 所以有时候心情抑压 可能有些东西 回到老师 可能老师的心情也不好 说些东西也不适合 他谷起来 然后去打机 因为我和年轻人都谈过 他们也有这样说 很谷起 回去打两架机就没问题了 其实不是这样 可能越整就越差 而且他们刚才的医生也说过 很多自闭 他们关上房门 你知道了 有时候妈妈叫他出来吃饭 喝湯 打完这架机先 这样 他们也不想和父母 在一张饭桌 好像我们那个年代 去谈谈 虚寒问暖 妈妈怎么样 婆婆怎么样 就是不会做这件事 还有我刚才说 在学校里面 是他们生活一个 很重要的圈子 如果是因为他个人 在家庭有问题 令到他情绪不开心 他也是有时候 和一些同学聊 但是是否真的 才可以透视自己的私隐 于是他在网上 比如在Facebook 这些交友平台里面 就会认识一些朋友 可能跟一个不懂的人 去沟通 说话比 跟妈妈和老爸说 因为他不会 爆我大事 而且他也会明白我 因为差不多年纪 差不多年纪 我就会觉得 其实也挺悲哀 跟一个陌生人去聊天 多过跟自己 亲生父母去沟通